那也是新的環境所在 自己當作 這間漁場是你在 鵝骨十地生態幸福裡面 老闆是一個年輕人 回去後向創業自己當老闆 把家裡的傳統的漁紋 專程變成孝寒漁場 利用十地的狹獻 發展到十地才有的生活 可以來這裡收招 給魚 最特別的就是 給民眾來這裡可以多海菜 來到十地的中間 來給海菜 蒙粉油 蛤蟆 大人小孩都玩得很開心 我們要上海盜船 我們等一下要去搶 海底的綠色黃金海菜 小孩穿海襲衣的裝備 看到很有氣勢 坐海襲巡來出旁 準備來探險蝠海菜 除了蝠海菜 還可以來體驗這個蒙粉油 對小孩來說 這是第一次去摩擦到 這樣感覺很清楚 這個是什麼 文狗 你沒有說 文狗 家裡當笑鄉 經這個魚頂的老闆 他是荒香的創業青年 他把家裡的傳統的魚雲 很成功專程作的 蝦蝦蝦蝦蝦 跟設計真的作 很有特色的海菜學校 再來撒出 生態如有 蝦蝦體驗 蝦蝦蝦蝦蝦蝦蝦 要讓大人跟小孩都玩得很慘 可以看到死警 然後狀況 然後跟親子同樂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很特殊的體驗 多接近大自然 這是在台北是沒有的 但是生態也會回家 來吃好吃的 魚頂的老闆 用老闆的風飾來養食 他沒有抽地下水 都是用幽肌的在吃 看這個蝦蝦 放在蝦蝦蝦上 航出這麼長甜的滋味 這樣讓人吃到很順口 那會做海菜的養殖 是因為海菜 它是一個西洋產業 它以後會隨著酒孔消失 就沒有人養了 這幾年我們也結合環境教育的課程 還有議題一起來做轉型 航空是用創觀的概念來設計 整個大小的 要讓你玩到很久 在現場還有幾生的海災豆菇 讓孩子自己來好好逛一下 在這種好勝通樂裡面 也要讓民眾感受到 夹者撒動環境教育 保存季春溫懷用心 技術綜合報道 看到這次是 如果有精采的 是